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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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actually, he almost got killed to take these photos during the so-called martial law period of time. It's all illegal photography during the time. And if he was found but signed by someone unreasonable, then he will no longer be here. Thanks for him and thanks God. And then he used his photography to witness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ime one. And if I may say to him, compliment to him, his personal character is just similar to a great photographer, Joseph Kodoyaka. Kodoyaka actually, he was born in East Europe. And no one knows what's going 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Because you know that 1968, it was the spring of Prague. And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they just crashed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ague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And the local people, they didn't have anything to counterattack, but used their bricks, used their Molotov, you know, they made the handmade grenades to balance the attack from Soviet Union. And no one was there, and Kodoyaka himself was there. He witnessed, and he took all the photos, and then outside people knows what's happening in the Prague. That's during the springtime of the, I think, 1968, maybe, I think should be right. And so that's the very first time to let the outside world know that, you know, we are the family. And you just couldn't contaminate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Australian regime. That's the reason why, you know, that spring back to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So later on, all kinds of resources put into that area. And let's make another story. And so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ese pictures, you know, cost a lot, even its life. And that's amazing. So that's purity. Just各位兄弟, I'm sorry, I just wanted to introduce myself to my people here today. Our story is that our 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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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他是说从龙山寺那个铁栏缸 当然那唯一是国民党当时军警围起来 当然我不想要作用了 也许是不要让更多人进去加户这个民主运动 也许是想把里面直接抓起来关起来比较宽 他那时候可以用 只能让滚在里面 我不是啦 是你们家国民党滚在外面 所以整个台湾 其实那个时候 好像两千是一个自由乐土 整个台湾都是一种 都是那一种非民主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些宪贝们 你们诉诸和平 然后用这一个唤起良知 然后引起台湾同胞 那么多的知识和同情 他说那个校园一动刚开始第一次 才没一把的第一章 第二天六万年 就是整个那个社会的那个脉动 社会的良心都回来了 宋大师可能你们很多人还不晓得 我刚把他的摄影风格 有点像一个东欧的一位摄影大师 那是Codeaca的作品 Codeaca他本身都没有出生 他在冷战时都被迫害 布拉格之村的时候 我都去过那个现场 大学生当然就是希望自由民主 布拉格捷克本来就有民主的基因 结果苏联的坦克车开进来 那个在地学生手牵手速度和平 他们不管继续把那个压烂 到后来只能拿石头 拿那个摩洛托夫的那个酒杯下去砸 这个东西那时候没有及时转播 没有那个手机都没有 Codeaca不怕死 拿那个摩托夫的摩托夫 他跟一厂是一个人 动的那个坦克车 连那个苏联的那个坦克兵都押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是一个没有成功的民主之村运动 但是影响到后来几十年的 全世界关心东欧被共产奴毅这一块人民的声音 慢慢慢慢传到世界 所以这个是会感染的 我在这里真的是很敬佩这个 这个 非常非常感谢 大力共产 这个是一个最棒的孩子 各位良心我真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魏德森魏导演 还有一个节目 我就先恭喜一下 我只有permission 然后我就先跟各位 我还会再回来 我也不会再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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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逸 选功选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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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还有下一位的贵宾是我们经文处的副处长 也是我们乔赵中心主任 博翁主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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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宋东全大师 我们主办单位的一个朋友 会订 和 赵上来的 我们是我们教育委员 我们社会社团的代表 和这个 Dominic 来 représent of congressmen 不好意思 我觉得很高兴 很幸福 还有破译在那边 就是说 我们宋大师的一个全球行为展 算我们的曹教宗一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顶 表示我们这个 传递 你 你的 你的 你觉得可以 不错 对 对 所以说这次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好的 典篮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宋大师 他只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价 他只是一个 历史的纪录价 我们这里所有的胜题 都很厉害 在这 我们宋老师 处理胜题的 方学霸很丁摸 他很厉害 大厅的 里面有 还有几个厅 里面 里面还有大厅 小厅 不同的角度 所以说 每一厅大厅里面 会说一个 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台湾的民主运动 很重要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 不是像年轻人 也看过 其实 譬如我来说 也很少我没看到 因为这 上去的 这个 历历的时候 这种 是很好的角度 有很多感情 和他本身 他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这个历史 我们台湾的历史也是 充满这个 危险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 我觉得可以来这里 看这个历史 实在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而且 我觉得这个历史就是 我们台湾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历史 让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同胞 美国人的朋友 美国朋友 还是说我们所有的 不管你的历史是怎样 因为历史是真凶的 所以说 不管你的历史是怎样 你都要了解这个历史 我觉得这样才对 这个历史就是说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 这么久以来 其实很多人的历史 很多人的困扰 包括我们所有的 政治人物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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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都 有故意 这个故事 是 我们看到 很感兴 而且 这些人的历史 我记得 去年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历史 228和平日 40周年 去年是我们228和平日 70周年 相隔30年 但是 第一次 我们在六三级 有看到 228的特展 那些商品 现在在台湾的官都看到 所以我觉得 这个标识 我们现在 有这些机会 看来这些 这些历史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 应该要来 叫我们 年轻的孩子 还是我们的朋友 这几天 希望大家可以 照应来看 希望我们的媒体 可以给我们 复杜 因为 台湾民主 在来是 很不容易 我们现在要 要珍惜它 而且要把它 捍卫它 这是我们的最高的 股市价值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这个災难 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 那我也祝福 我们宋大师 一路上 这几个月 几个月了 所以 全世界都筋电了 这个 这个历史就是 我们 很严慌的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 欢喜 可以为 台湾民主 继续打招 希望台湾 可以 更好民众 可以更进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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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 竹芬姐他現在是台南市的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處長 對 不過今天主角是一家 然後另外宋老師也帶他的助理 鍾先生一起過來 然後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安排這些相片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宋大使 他很會照相 可是昨天跟他吃飯 他也很會有說告訴我 跟我們分享他的心情 我今天有兩天感謝還有感動 三十多年以前的相片 三十多年以前的大力士 為了七千公里來得到的 只是 但是 大家心裡感動是 我就用那個 驚喜來形容 他說 既然會使到時間 漸漸不漸漸 但是商品 可以幫助我們既然 我有那個 既然 差不多就等 變化最大這個時代 然後 我商品當中沒有去 跟大陸這條書 做一個比較好的 流浪 他說 他說 他說十十幾年了 這些商品還拿來世界 國際想要一站一站來電視 就是說 我三位 在我的高雄園 開始電 六位 在紐約 那邊 八位 現在還在電 在台灣西大雄園 在電 今天 剛才到達到 北大雄園 接電 我就覺得 過期這十十幾年 一年會發佈,在五歲的時候 才開始再一次保護,把這個藥室解出來 或是說,藥室不斷停氣 不然就變成歷史的灰燼 所以把三十幾年前的商品,台灣客人去煮一火爐 再停氣,讓大家知道 所以說,也讓少年人說,自由民主,不是停電電下來 是我們幾代人拍的,才會怕成歌 所以才會把這些貴旗的藥室相比 不斷不斷來點準,讓他們知道 被看見 從歷史反省中 所以說,我們更是比較方便的,讓民主國的情緒 把我們的貴旦向前提出一步 像是這個小情緒 就是說 他說 1949年,國民黨來跟台灣 1945年,日本將來漏50年 1945年,國民黨來,又將我們漏50年 通年50年 這百年來,台灣有很多反控運動 一直跟米蠣都輸了 1979米蠣都輸了 1949年了 還成績一段 跟1949年 才開始,我開始學生才開始 台灣的民主運動就 就風起引用 結果一年的打招 像榮山市的運動 1949年,法教運動 一直跟1949年,法教運動 一年的打招 都像三百人比六百人 表示說 我們這邊的情緒是很大的 從1949年,法教運動 從1949年,法教運動 到1949年,法教運動 在台灣人民共產 還沒人 在全國改革 這要跟人家說 是 打招 是 有路由的 這還沒得到大 通知這裡就要 打招 我們二十八也是一樣 二十八 在台灣 有很多大大的營餅 我小時候跟媽媽說 媽媽媽媽 在三座二十八 她說 今天五年不足 這在哪一座 一大好就好 所以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 人家在籠罩 在土地上 這幾乎 一年四十名 電影廟 跟英姓 跟李昇 李昇 一年 一年 四五十名 來 圍一日 這就是東東山的平方 因為平方運動之後 一些太難照理 東山的家宵 再開牆出來說 酒進去日本 所以這個平方運動之後 就很建 台灣藏手在建紀念日 很多紀念日 紀念日 這個的李日白 這個東東山 還有這幾個 幾十幾萬的紀念館 他說是日本 讓台灣人知道 已經數字裡有六七萬人臨土散 再來是很多口述歷史 因為這個平衡土 一個出土一個出土一個出土 然後才知道 原來我們過去這麼比參加就輸 因為這個土散 讓台灣人整個 整個青年 就 做消息立黨的土地 讓我們民主的進步 辦很多很多年 因為這個運動 讓台灣變成一個 香港自由民主的一個很重要 過程 國民黨總是 台灣 吵架就對了 因為剛才的國民黨 不知道什麼 幾百個檢察在月 到月幾千個檢察在我們 吵架就對了 這點吵架就對了 總是 台灣聽到民主的勘戰 總是有小小的心情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斷自己的宿舊 算是說 要怎麼打招 讓我們民主 要更加進步 雖然我們現在有民主主義 但是總是要不夠 我們透過這個順序 反省 還有一個 進步的獨立 基本上 有說 我很討厭 說話 但是我很討厭 後面說話 這是雙扁 對 待會兒我跟你們 一起討論 就好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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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禮拜 到禮拜四 到禮拜四 對 所以大家今天看 可以回去告訴大家的朋友 一起來這邊參觀 因為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 然後現在松大師要介紹一下 他的 他花了四十年的時間 拍照 然後花了很久 十年來成為我們這本攝影機 三十幾年以後 我選擁港的台灣人 參加結合運動和國民黨簽名 三十幾年以後 五月再做一次擁港的台灣人 我是怎麼說 你們 都會有一個 要來美國電視台 一一分鐘 雙門版的攝影機 現在雙門版的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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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網路 我十五年以後 我十五年以後 我選擁港的台灣人 我選擁港的攝影機 一個台門版的 還有一個一支門版的 剛才台灣我相信都一樣 現在有人在拍照 有人在拍照 我只要一張三十幾年就對了 這本來叫台灣的自由風景 你說台灣是一個自由的路頭 一個美麗的波動 台灣人自由主宰 這個波動的生活 當然是有一個法來政權的 不太久 但總是對於台灣 這個名叫做台灣的自由風景 或是說台灣對於自由自由的風景 風景 那些人的風景 我們常常說 人是最漂亮的風景 台灣人是最漂亮的風景 所以就是 攝台灣人 這個 一群感情 對 所以我把這本席 就 跟邊境做 真正報問 除了 但現在在表面看這個民主運動 有 台灣的 鄉土的感情 這是台灣的鄉土的感情 這本席 我進去 這紀錄 在禮拜 的 口數歷史 所以 這本是 我 四十年 我們要怎麼生了一個 濃縮 給大家介紹 啊 副演出的地方 要回去慢慢看 每天也有一個 極詳細的解說 在這 這書裡面 在這裏面 我簡單介紹這本席 就是 我 四十年 有一個攝影生命的濃縮 雖然 現在很勇敢 未來要更勇敢 要出一份 七百的 比較大本 因為 要濃縮在書裡面 是比較小 將來要出 大本的攝影師 這點就 這點比較大的 就被看的 這點就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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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 一百四十四 就算他有了 就七百的 給大家預告 大家跟我說一下 2020年 一百四十年 四十年 四百的攝影師